小伙带女友回家过年 女友却因被狗咬伤 独自离开 你别管我了 我还是先回去了 小伙发现女友一落的手机 竟发现女友是个骗子 张辉面色凝重地说道 妈 我要报警 我要找气晓菱回来问个清楚 女友竟然冒充昔日恋人 骗她钱财 得知真相后 小伙会怎么办 真假女友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农历新年 西南某个镇上 家家户户门口都贴起了窗帘 院子里挂起了风干的腊肉 老人孩子换上了新装 脸上笑盈盈的 伴随着噼里啪啦的炮掌声 烟花冲上了天 在黑暗的空中 开出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 相比起居民区里热闹的过节气氛 此时镇上的车站 显得是格外的冷清 大巴司机刘师傅 看了看时间 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在吃团圆饭呢 他发动起了这回程的 最后一班大巴车 心想 看来要空车跑一趟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名女子 不知从哪跑了出来 拦在了大巴面前 刘师傅惊出了一身冷汗 赶紧踩了刹车 他刚打开车门 那名女子就迅速上了车 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时一名男子也跟上了车 好生好气地说道 小林 你就别生气了 大过年的 你自己一个人回什么家呀 快跟我回去吧 女子气鼓鼓地回答 大老远的来你家这么晦气 真是倒霉 你别管我了 我还是先回去了 男子还想说什么 可是看着女子一脸的不悦 只好垂头丧气地下了车 男子名叫张辉 今年25岁 在城里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上班 月收入不菲 这名女子名叫气小林 她与张辉是情侣关系 气小林面容较好 善解人意 交往了一段时间 张辉觉得两人特别地合适 再加上家里父母又老催着张辉 带着女朋友回家看看 这眼看就要过年了 张辉就想借着春节喜庆的气氛 向父母和家里的亲戚朋友 隆重地介绍一下自己的女朋友 也好早日把结婚这件人生大事 给提上日程 这不 大年三十当晚 张辉喜滋滋地带着气小林 拎着大包小包回了镇上 知道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 张辉的爸爸妈妈在家门口 已经是坐不住了 点着脚尖张望 远远地看到儿子带着女朋友回来 二人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看到气小林白白净净 对人又有礼貌 张辉的爸爸妈妈 对这位未来的儿媳妇 笑得是合不拢嘴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喜悦当中的时候 女友气小林却因为张辉家里 新买的一只小狗生气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狗名叫球球 气小林非常喜欢 一有时间就把球球抱起来 吃完了年夜饭 大家一起围绕着茶几 坐在沙发 一边看着春晚 一边嗑瓜子聊天 球球趴在气小林的腿上睡觉 突然一阵鞭炮声传来 从来没听过鞭炮声的球球 受到了惊吓 突然站了起来 气小林伸出手 想要抚摸受惊吓的球球 安慰她 可是高度紧张的球球 以为身后有个东西 要来袭击自己 扭头就是一口 气小林就这样 被球球给咬了 鲜血从她的手指上 给滑落下来 疼得她眼泪直掉 张辉立即用电动车 载着气小林来到了卫生所 值班医生给气小林的伤口 做了简单的处理 注射了狂犬疫苗 这个过程中 气小林一直是 显得很不高兴 回家路上 张辉小心翼地安慰女友 小林 求求她不是故意要咬你的 你别生气了 跟我说说话吧 可是气小林对张辉的安慰 没有任何回应 在经过车站时 她突然拍拍张辉的肩膀叫道 停车停车 我要下车 我要回家 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回县城的巴士扬长而去 张辉只好独自回到家中 小林人呢 面对父母的询问 张辉懊恼地说 她回城里了 爸妈 你们就别问了 让我一个人静静 说完关起了房门 第一次来家里的未来儿媳妇就这么走了 好不容易回来过一趟年的儿子 大过年的还闹了个不开心 张妈妈伤心地倚着门哭了起来 她埋怨道 都是好好的养什么狗啊 如今儿子和小林吹了 你就是罪魁祸首 张爸爸陪着笑脸安慰道 小事小事 年轻人吵几句 很快就和好了的 你着什么急嘛 就在这时 张辉惊慌失措地从房门走了出来 大声喊 报警 快报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辉跟女友吵架 为何要报警呢 张妈妈急了 儿子 吵个架而已 不至于要报警啊 有什么 你等过完年了再说 乖 听妈话 好好过年 张妈妈一边说 一边握住张辉的胳膊 焦躁地回答道 妈 我要报警 不是因为和气小林吵架 而是因为 我可能被骗钱了 我必须得找到她 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听了张辉的话 张妈妈和张爸爸 都惊讶地张大了嘴 儿子被骗钱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啊 还得从一个名叫 莫菲的女子说起 莫菲与张辉同校 比张辉大一件 属于女神级的人物 张辉经常能在 校园的杂志上 看到莫菲的文章 莫菲的文章 文笔优美 感情细腻 张辉对于莫菲啊 是非常的景仰 有一次 张辉在开学典礼上 见到了作为发言代表的莫菲 莫菲上半身穿着白衬衣 下半身穿着牛仔裤 虽然简单 可是却丝毫没有影响莫菲的美丽 张辉看着台上轻力脱俗的莫菲 内心早已是心潮澎湃 从此莫菲成了她心目中的女神 可是由于张辉和莫菲的交集甚少 再加上张辉性格内向不自信 沉默寡言的她 最终也没能引起莫菲的注意 再次听到暗恋女神莫菲的消息 小伙决心展开追求 莫菲师姐您好 我是比你小一届的张辉 多次电话联络后终成恋人 可莫菲却突然提出分手 我最终决定留在国外 你就别搅我了 小伙悲痛之时 结识了新女友七小玲 却缘和在七小玲手机里 发现自己曾发给莫菲的信息 真假女友正在播出 毕业两年后 张辉同学组织聚会 席间大家聊起了往事 有人提到了莫菲 原来党妻子的公司 跟莫菲有工作上的业务往来 张辉听到数年前日思夜想的名字 心里是非常的激动 此时张辉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已经不是当初青涩的大男孩 经过几年社会的历练 他变得更加的成熟 再次听到莫菲的名字 他认为这是上天 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他端起酒杯 去向班长敬酒 询问莫菲的联系方式 班长会议一笑 翻出手机给妻子打电话 然后给张辉报了一串数字 张辉存下了这个号码 兴奋地把酒杯里的酒 一饮而尽 回到家以后 张辉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看着莫菲的手机号码 他的心开始砰砰直跳 他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精心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了过去 莫菲师姐你好 我是比你小一届的张辉 九阳你大名 今天有幸从同学处 拿到了你的联系方式 希望以后能与你多多联系 夹杂着紧张与期待 张辉整整一晚都没有睡好 然而第二天醒来 张辉的手机收件箱 仍然是一片寂静 会不会是未读短信太多 莫菲没有注意到呢 要不要试试电话号码 能不能搜到微信 张辉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试着搜索了一下 没想到莫菲的手机号 真的关联了微信 他鼓起勇气 向莫菲发出了好友申请 这一次 莫菲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张辉欣喜若狂 他向莫菲做了自我介绍 莫菲友好的给他回了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微信聊天 张辉得知莫菲还没有男子 便开始了猛烈的追求 莫菲也答应张辉的女朋友 可是莫菲却迟迟不答应 与他见面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是甜蜜又短暂 张辉提出见面 可莫菲说 公司最近要进行封闭集训 集训完了 马上就会派遣出国一段时间 张辉有些沮丧 莫菲在电话里和他约好了 回来以后 他们要一起去到很多地方 一起实现很多愿望 在张辉憧憬着莫菲 回来以后的美好生活的时候 这一切还没来得及成真 交往了两个多月后 莫菲却突然发来了信息 他说道 张辉你对我很好 可是经过考虑 我最终决定留在国外 你就别搅我了 你借我的十万块钱 我会还给你的 看到信息 张辉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他立马拨打电话过去 可是莫菲关机了 从此再也联系不上 就这样 莫菲消失在了张辉的生活之中 听完张辉的话 张爸爸和张妈妈一头雾水 张妈妈不解地问道 儿子莫菲谈恋爱 后来又分手 这跟小林有什么关系呀 你说的被骗钱 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辉苦恼地回答道 本来我也一直觉得 莫菲和气小林 是没什么关系的 可是刚才 我无意间看到了一条短信 这才觉得 这当中可能有什么猫腻 原来张辉回到家 关上房门以后 颓丧地倒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发呆 虽然气小林被球球给咬了 自己也很心疼 可是这是个意外呀 而且伤口的处理好了 怎么一向性格温和的气小林 今天发这么大的火 非要连夜赶回家 一点都不为自己考虑 好好的除夕之夜 就这样给毁了 张辉越想越心烦意乱 无意间一抬手 碰到了枕头上的手机 而这个手机是气小林落下来的 气小林走得匆忙 把手机给了 这时手机忽然一亮 一个名叫小兰的朋友 给气小林发来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小林怎么样 见她的父母还顺利吗 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吧 这条短信的内容 明显是小林 在向自己隐瞒了什么 不然她的朋友 为什么会这么问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张辉点开了小林的邮箱 她会发现什么 蛛丝马迹吗 随着收件箱不断往下拉 张辉惊讶的是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居然发现了一年前 参加同学聚会 拿到莫菲号码的那个晚上 她给莫菲发的那条短信 张辉当时还不认识气小林 这条飞的短信 怎么会出现在气小林的手机里 张辉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不行 一定要找气小林问个清楚 就在这时 张辉的手机响了 正是气小林 用公用电话打来的 气小林问 我手机是不是落你家里了 张辉没有回答 直接问道 我给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给她发的信息 怎么会在你手机里 气小林听了 吱吱呜呜 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最后干脆就挂了电话 气小林回避的态度 让张辉知道 她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张辉回忆起 与莫菲交往的点点滴滴 这时 越想越觉得自己 是陷入了一场阴谋 决定报警 没想到儿子谈个恋爱 还这么曲折 张爸爸和张妈妈 听了是直摇头 警方听了张辉的陈述 认为莫菲很有可能 是以恋爱为名 骗取张辉的钱财 而张辉的县女友 气小林 就是破案的关键 正当警方开始 寻找气小林的时候 气小林却自己 来到了派出所 民警刚想问她 莫菲在哪 没想到 她一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把大家给震惊了 警官 我来自首 我冒充莫菲 骗了张辉十万块钱 这是怎么回事 气小林是怎么做到 冒充莫菲的呢 原来当初会时 由于现场嘈杂 班长在和他的妻子通话时 听错了一个数字 所以班长转告给张辉的号码 根本就不是莫菲的号码 而是阴差阳错的 成了气小林的手机号码 气小林一开始 收到张辉的短信时 看到对方称自己是莫菲师姐 知道是发错信息了 就没有理会 但没想到 第二天 张辉还是坚持不懈地 发来了微信好友申请 气小林原本打算继续不予理会 可是细看 张辉的头像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看起来是一表人才 气小林想啊 跟帅哥聊聊天也不错 于是抱着好玩的心态 对张辉屏蔽了 有自己照片的朋友圈 以莫菲的身份 和张辉成了微信朋友 张辉记错电话号码 以为获得真爱 其实落入陷阱 现在能有个男朋友 经常给自己钱花 何乐而不为呢 气小林冒充莫菲 骗了张辉十多万 又以真实身份成为张辉女友 为了打探情况 气小林重新申请了 一个手机号码和微信 向张辉发去了好友申请 张辉发现被骗后 能追回被骗的钱财吗 真假女友正在播出 那么这个气小林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气小林二十岁出头 高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 因为形象好 成功地应聘了商场里 一家高端女装的销售工作 有一次气小林看到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带着一个男人来店里买衣服 女孩一口气 就买下了店里所有的新款 男人很爽快地买了单 当时气小林就想 论长相 自己并不比那个女孩差 可是怎么待遇就差这么多呢 气小林认为 自己也能够靠找个有钱人 来改变生活 经过一番思考 气小林认为 要找个有钱人做男朋友 首先就要把自己包装成有钱人 于是他开始把所有的工资 都用在了购买奢侈品上 钱不够就经常向朋友借 提前消费 就在这时 随着与张辉交往的深入 张辉开始追求莫菲 还经常会给莫菲发红包 气小林原本只是觉得好玩 可没想到张辉出手这么大方 自己挣筹钱不够用呢 现在能有个男朋友 经常给自己钱花 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气小林很快 就答应了张辉的追求 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气小林因为买奢侈品 欠朋友小兰的钱 要到还款期了 可他自己东拼西凑的 还是不够数 正交集的时候 想到了张辉 于是他与莫菲的身份 假装着急地 给张辉发去了语音电话 说自己的父亲 因为心脏病发作 住院需要一笔手术款 可是由于自己身在国外 凑钱也不方便 问张辉能不能先借给他 张辉一听 女朋友的爸爸住院了 那还了得 这正是自己表现的时候 于是拍着胸脯答应了 就这样 张辉将工作两年以来 存下的十万块钱 按照莫菲的指示 转入了她所谓的表妹 小兰的账户 小兰一下收到了 张辉转栏的十万块钱 便问起气小林 怎么会突然有钱还自己 气小林向小兰说出了原委 小兰笑嘻嘻地说道 姐们 你可真行 这个可是天上掉馅饼啊 气小林越想越开始忐忑 自己不是莫菲 早晚有一天是会穿帮的 到时张辉要知道了 肯定就叫自己还钱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气小林最终决定 让贾莫菲和张辉分手 在分手时 气小林还特地提到了 还钱的事情 想借此来稳住张辉 莫菲突然要和自己分手 一点沟通的机会 张辉感到非常的受挫 也许是自己始终配不上女神 所以才会有惊天 张辉想到了借给莫菲的 那十万块钱 虽说数目不小 可是如果分手 就追着去把钱要回来 那自己在莫菲心目中的形象 不就更不好了 这么想着 张辉决定先不追莫菲还钱 为了打探情况 气小林重新申请了 一个手机号码和微信 还特地地选了一张 自己最美的照片作为头像 向张辉发去了好友申请 没过多久 张辉通过了气小林的好友申请 气小林发了个笑脸过去 解释说道 以前和张辉他们公司 有业务往来 张辉的同事给了她的名片 所以这寻着名片 加了张辉的微信 张辉听了 回了个笑脸过去 就这样 气小林以自己的真实身份 和张辉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她每天都会给张辉发去问候 气小林的出现让张辉觉得 莫非只是青春年少时遥远的一个梦 而这身边的气小林呢 才是真真切切地抓得住的未来 于是和气小林很快地确立了恋爱关系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年末 张辉提琳回家过年 气小林此时的心情啊 却是十分地矛盾 一方面 经过和张辉实实在在地接触 她已经被张辉的真诚所打动 张辉愿意和自己稳定下来 气小林感到很开心 另一方面呢 越是对张辉动了真感情 越是开始后悔 自己之前对张辉的所作所为 害怕早晚有一天会暴露 和张辉回家之前 气小林将自己的顾虑 告诉了好友小兰 当气小林和张辉回到她的父母家 看到张爸爸张妈妈 对自己那慈爱的眼神 气小林的内疚更加深了 她越想越不知该如何 继续面对张辉的父母 正当心烦意乱 不知如何脱身之时 鞭炮声响起来 球球受到了惊吓 还把自己给咬了 气小林正好借题发挥 连夜赶回了城里 没想到在这时 老兰发来了那条 让张辉起一心的短信 进而让张辉看到了 留在手机里面的 那条她曾给墨飞的短信 气小林知道 自己是再也没办法隐瞒了 于是这才选择了自首 得知真相的张辉非常后悔 要不是自己在不了解 对方的情况下 草率地谈恋爱 也不至于被骗两次 如今气小林去自首 她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很快 检察院以气小林 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最后法院认为 气小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鉴于有自首情节 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酌情予以从亲处罚 判处气小林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五千元 说到这里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 就有疑问了 气小林的朋友小兰 明知气小林归还给她的钱财 是通过诈骗而来的 仍然选择接受 那么小兰的行为 够不构成气小林 诈骗罪的共犯呢 本案中 小兰作为气小林的债权人 享有合法的债权 在气小林实施诈骗 到计随的过程中 小兰都并不知晓 因此 小兰的客观方面 和气小林 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主观方面 和气小林 也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小兰的行为 不构成犯罪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法律对于小兰 明知是诈骗而来的赃款 仍然予以接受的行为 不予处理 这里涉及到的 就是一个 赃款的追缴问题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裁判 涉财产部分 执行的若干规定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 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 用于清偿债务 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力负担 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予以追缴 第一 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第二 第三人无偿 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 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 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 或者违法犯罪活动 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四 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 取得涉案财物的 本案中 小兰的行为 就是属于第一点 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 而予以接受的 因此 对于该笔赃款 应当予以追缴 向张辉发还 恋爱应当以充分的认识基础 张辉两次轻率的恋爱 给以借恋爱为由 骗取财物的契小林 有机可乘 而契小林 好意勿劳 想靠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改变生活 结果 却使自己陷入了债务危机 此时 他没有反省自己 反而抱着侥幸的心理行骗 最终 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想获得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 CCTV法律讲堂 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天再见 蜜月期间 隔 love 未经许会 初 未经许会